现在的房价这么高,买套房成为了很多朋友老百姓一辈子为之愤怒的事 不说一二县大城市动不动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二十万的房价 很多十八县的小县城现在房价都过万了 现在大多数的县城出现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那就是说大量的周边乡镇农村上的催民进城买房 但是因为在城里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即使有工作收入也不高 所以说买了房要么控制不住,要么就是老婆老人在家看孩子 年轻男人出去外地打工发房贷 对于这种现象有的人就说了 如果说你在县城没工作,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最好不要在县城买房 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县城买了房,你在县城还没工作 你就只能继续到一些外地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地方去打工 那你这个房子就白买了,一直空在那里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买了好几年,每年就只过年的时候去住一下 一年住的时间不超过十天 所以说这个现成的房子实际没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而且如今现成的二五房不好卖 你想要卖掉的话,还得亏倍才能卖掉 五年以前,比如说你花三十千块钱一瓶买来的 一百多个平方可能会花四十万左右 装修加家具加电,花个十几万 五年多再加上物业费,取暖费等等 这么一套房最起码五年的时间已经花了将近六十万了 现在现成的房价基本上都在低 新房房价也不算太高 关键是现成新房都不好卖,更何话还是二房呢 内地的现成没什么工厂,没什么外来的流动人口 各个乡镇到现成买房的,基本上都是为了结婚 所以说只买新房不买二房 所以说现成的二房是很难卖的 而且别人还有可能会不喜欢你的装风格 因为很多人买房刚才也说了都是用来结婚的 所以说买了房子之后呢 一般都是按照一些这种个人的一些风格来进行装修 所以说呢,你像是想要结婚找了一个对象 买一套新房肯定是要按照他的想法来进行装修 不可能去买你二房 所以说呢,即使你想卖 你会发现挂在中介那里 挂上一年都有可能卖不出去 如果说急用钱的话 最后都是甚至要低于你买进来的价格 才能够把这个房子甩卖掉 一个装修家电几乎都是白送的 而且呢,买的人还不觉得划算 为什么呢?他们还要交税费和中介费呢 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在这个县城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 尽量不要去现场买房 你比如说很多这个城里很多这个农村的人在镇上买房 镇上的人跑到县城去买房 那么后来全部在县城买房 但是呢,发现大部分人他都住不上 几乎房子都是空在那里 因为内地县城真的没什么人口流动性 所以说呢,也没什么人需要租房住 所以说这个房子租也租不掉,卖也卖不掉 等于买了一个寂寞 可以说呢,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他在大多数的县城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种情况 但是呢,很多情况他也有实处无奈 最现实的一个原因就是 你现在的农村小谷你不在县城买到房 基本上不会找到对象 对此呢,有的朋友说 问题是县城你不买,大城市你不买 过几年你会发现县城的房子你也买不起了 钱不值钱了 当然也有的朋友表示 三五十万不在乎的人 你可以去县城买房 反正呢,你有这个能力就那么些钱 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县城买房还要东拼西凑 他就没必要了,因为现在小县城没多少就业机会 你的子孙后代一般也不会在县城谋生 还是要尽量的去沿海 花那么多钱在小县城里 一年到头住个三五天 真的没必要 所以说呢,在小县城买房 如果说真的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这个肯定是不那么划算的 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也确实是现实的一种无奈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县城里面买房是怎么看待的 欢迎留言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